西江大学 学生宣传大师 大家好,我们是西江大学学生宣传大师 哈尼加拉 欢迎来西江大学 西江大学校内有很多建筑,都是为了学生生活与上课 通过视频给大家介绍各个建筑吧 首先要介绍的地方是正门的埃巴特拉斯塔 埃巴特拉斯是象征西江大学的传说着鸟 而且埃巴特拉斯是飞得最高最稳的鸟 它中间课作的Ubedire Peritati 是西江大学的 拉丁语少顺 顺虫尽尼 下面课有教标和标语 教室就像西江为你的自豪一样,你为西江的自豪吧 通马斯摩尔根是准备各种考试的学生的学习楼 各种考试,包含行政考试,媒体考试等 个人越南市,小组学习市,林卫市 在这里学习的学生可以收到各种资源,各种设施和学习所需的各种费用 从图马斯摩尔根上来一点儿,就能看到两个经营馆 这个周边的建筑是马太武馆 马太武馆是经营系本科生们常用的地方 为今年银行职务员和账簿记载者的守护上人马太武而命名 只有楼底接待大厅的设施非常好,能主办过职会议 右边的建筑是保罗馆 因为经营学专业有很多小组活动 建筑楼一楼有大厅和咖啡厅 这建筑是三型卡比列馆 这是融合媒体系和影响研究声乐使用的地方 因专业与媒体有密切的关系 这建筑的名字意义就是这样 产地上第一间的大厅是Gabriel一样沟通顺畅 建筑正面的玻璃 显示着媒体和沟通的透明性 建筑内部设有摄影棚、广不停 还可以借用多种器材进行视频拍摄 Merry Hall是韩国最早的大学内表演场 而且是收纳时可变性表演场 Merry Hall分别以小组场和大组场 可以自由的变换空间 很多人都来Merry Hall 还有学童音乐家Epicite Linton 著名歌手在这里出行了演唱会 这里是上云亚修馆 因西江大学是遵循天主教信仰的学校 而校内有教堂和教务处 周边是学生神话喜问研究所 另外如果是西江大学的学校都可以免费 或便宜的价格能接受行李至神 从1960年4月18号 就是西江大学建小的时候 周路一直保持自己的位置 主要行政部门在这个建筑 本馆对韩国现代建筑起源的价值得了认可 2017年被指定为首尔未来遗产 我讲的地方是M毛港屋丁 这间是一样可以看学校尽丝的地方 在这里可以看到的建筑是工学部 自然科学部使用的 我一起介绍他们吧 最右边有很多不立场的建筑式李至尔科学馆 大部分由于实验室、研究室、实验学检 对危险情况有证据 另外学习实验室 旁边的建筑是工学部上科的阿丹塞馆 这里的信息通信院借各种器材和软件 左边的第二个建筑是李至别馆 李至别馆主要开始数学专业课程 是由ROTC生活馆 最后屋顶上有大量树木的建筑是Postco Francisco館 这里正在进行人工光合作用研究和生物机器人研究 现在我们一起进去Royula图书馆 Royula图书馆有130万本左右的书 Royula图书馆不但有三次 而且都连接了 Royula图书馆采用造卖给学匠大学的 书员们想要使用的书的制度 就是希望进导申请制度 这里是查商馆 查商馆的查商朝鲜喉吃不只是社会科学家 而且是学着丁路用老师的号 是为科学部的学生们一般在这里上课 查商馆甚至入选了韩国建筑文化大奖的非常美丽的建筑 在国际宿舍里住着990名的学生 其中300名学生是外国人交换生 通过试镜可以跟外国交换生当同物 一起生活 室舍对面有昆价格广场 在昆价格广场里有学生们可以利用的便利店 咖啡和食堂等的便利设施 帝亚的馆是学校和公司一起执行研究的地方 为了丈夫和各种公司的研究 在这有研究室 经大县馆是国际人文学部的学生一般上课的建物 不论国际人文学部的学生 还有很多西江大学的学生也有上课这个建物 建物内一楼和四楼有 越南市、列市、多媒体市、学生休息室等等 很多便利设施 公家间广场是上边全洋业馆和哈维尔馆 这个哈维尔馆里有法学院 全球韩国学专业和艺术与技术专业的学生们一般在这里上课 建物不但有最深的投影仪 而且这打听里的清闭和地面可以有位画面 利用这些设施学生们会发挥自己的才能 崔梁业馆里有写作中心 只要是西江大学的学生 无论是用多种语言写的作文 都可以免费接受增删 这是M号馆 西江大学一共有300个左右的诗团 大概70个诗团在这里 为了书团生活的便利 M号馆里有了洗澡设施 还有为了书团的演出 M号馆里有Steven金一书大厅 从侯们通往南门的小路口旧楼座 金大建馆和格菲尔特南的有经济馆 金大建馆的名字是韩国最初的审设的名字又来的 这里常常讲教研课和理工课课 这个建议是2017年建成的Keperit南德国经济馆 这经济馆的名字是西江大学创始者Keperit神父 可为韩国经济增长提供巨大帮助的西江学派首长南德国教授的名字由来的 现在经济专业的学生一般在这里上课 在四楼有学生可以学习的经济学咖啡厅 这个建务是体育馆 体育馆内里了西江大学学生 有健身房乒乓球馆 室内盘念灌灯 还有住行乌学电离和毕业电离的场所 特里克曼斯有经验室为学生的福利坚长地介入 这里有保健室 休息室 学生食堂和邮寄等的便利设施 我们哈尼加拉准备的小宴与信怎么样 希望西江大学校园的美丽能好好体现在影像中 西江大学校园旅游结束了 到现在我们是西江大学形象大学哈尼加拉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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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